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沙摩基上》的13章 信心与顺服总是在最危机的时刻 考验着你我是否是合上利心意的人 斐利士人向来是以色列人的树顶 他们欺压以色列人 吞略侵犯以色列人的领土 因此,当扫罗正式登基为王之后 他拣选了三千勇士跟随他 而这次征战的发动 从今晚来看,应该是扫罗这边主动的 约纳丹攻击加巴菲利士人的防营 菲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脚 意思说,要使西伯来人听见 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菲利士人的防营 又听见以色列人为菲利士人所憎恨 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 很有可能是因为上次对亚蛮人的征战大获权盛 让他们产生信心,想要一鼓作气 进一步将菲利士人吹逐出去 但是他们没有料到 菲利士人的反击这么大 单单战车就三万两 马兵六千,步兵向海边的杀那么多 并且深入以色列土地 在密,莫安宁这么强大的军队 让以色列人吓呆了 因为双方实力实在相差太悬殊了 但扫罗凭着对亚蛮人征战的信心 在吉甲等候沙姆尔来献祭 好得着上列能力和护币 扫罗照约定等候沙姆尔 然而不知为何,沙姆尔担言了 时候到了,他还未到 很多百姓也因害怕离开了 看到百姓离开 扫罗再也安耐不下心中的恐慌 扫罗说,把番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番祭 看见沙姆还未来 百姓逐渐地离开 沙姆认为他应该采取危机处理 他的策略就是利用献祭来挽回百姓的心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或许他心里想 我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 我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现在军心散漫 又大敌当前 我已经照约定等了七日 还要等多久呢? 我要马上献祭 让百姓知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 好让百姓忠心跟随我 于是扫罗亡采取了行动 亲自献上反计 扫罗恐怕没有弄清楚 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献祭 而是动机 他献祭的动机不是出于信心 要讨上帝的欢喜 乃是害怕百姓离开 要讨百姓的欢喜 这种不是出于信心的献祭 不是对上帝的依靠 而是在利用上帝以巩固铭心 当沙默问扫罗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沙默岂不知扫罗刚先完祭 为何要这样问? 这是给扫罗一个反省认罪的机会 但扫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还理直气壮地说了三大理由 第一 我先把信离我散去 这是最让我恐慌的 第二 你也不照所盯的日期 来到是沙默你的错 如果你没有迟到 我也不会献祭 第三 肥仙积极在密没 敌军已经闭在眼前了 情况危机万分 所以我就勉强献上反击 话中的傲慢让我们看见 他毫不认为自己超越职权 冒犯了祭司和先知神职的地位 今天我们的侍奉和奉献 是为了讨好人 还是因为爱神 如果你的服事像扫罗一样 是出于勉强 你所做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上帝反而会厌恶你的服事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次的服事都带着认真 和虔诚的心来侍奉 愿神赐福 听他话语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